我真的完全沒有被任何稿 我警告你們不要委屈我 有被稿肯定 打你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SLY 平時大家看到我的影片 好像經常到處玩很開心 其實基本上我是一個死雜女 如果你不見我出街的話 我是死都不會出街的 今天終於有這個時間去找數 為什麼我會說找數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可以500訂閱Q&A的時候 跟大家有一個承諾 就是我之後會拍一段影片 就是講解一下我的Youtube 從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到現在是有少少少收穫的經歷 我先戴著頭盔 我沒有這個資格去講 我有很多經驗 很多的經歷 畢竟我到現在還是一個 不理解 所以我給的資訊 可能未必是真的太清楚 或者是很詳細 不過我都會盡量跟大家講的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就是最多人都會問的 為什麼你會拍Youtube呢 這個問題其實包含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由我一開始 為什麼會有想做Youtube的這個念頭開始 其實Youtuber這個職業 由我小學開始 就已經有了 小學同學看到我是不是很驚訝 是不是覺得 為什麼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不說的 因為其實我沒有跟任何的人說過 我想拍Youtube 又或者是我想做Youtuber 因為我真的超怕 超怕我會被你們撲懶上 你明白嗎 我不是不相信你來 但是我是不相信我自己的 你明白嗎 我不相信我自己有這個能力 如果我半途而廢的話 我不知道要怎麼收貨 所以我才不跟你們說的 不要怪我 對不起 那可能就算是家人 都是很後期才知道 原來我拍Youtube的這件事 那其實呢 我一開始接觸到Youtuber這件事 就是由我一個小學的朋友 到現在都還有contact的 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你的那項 就是他一開始在拍片 然後有找到他家做CAMMAN 幫他拍片等等的狀況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覺得 其實Youtuber好像挺好玩 好像不錯 然後我就把Youtuber 列入了我這個夢想職業 list 我相信大家小學都一定會經歷過的一件事 就是每一次別人問你夢想的職業是什麼 你都會答不同的 可能前一天是醫生 後一天就是老師 對嗎 我是愛這種人 我就不知道什麼事 心血來潮 就很想拍片 很想做Youtuber 這樣的情況 就綠綠綠綠地出現了 因為我覺得呢 拍片呢 不單是賺錢 share自己的東西 還是能夠記錄到我自己的生活 一些趣事的一個工具 實不相無 我拍片的第一個心目中 就是我要賺錢 但我那時候家裡 並不是說經濟有問題 又不是說很窮的狀況出現 但我就是又想玩 又想做 又想賺錢 年少的輕狂 亦都因為有這樣的心態 我就做了出來 其實呢 我出第一段影片之前 是經歷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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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呢 我說過我的朋友拍片 所以我才能接觸到 我看過他的影片 和其他Youtuber的影片比較 正所謂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就覺得 很低quality 對不起 我一定不會拍出這樣的影片 我這樣的心態 我就不斷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像他這樣 因為好爛啊 好沒有 所以我一定要找一部好的相機 好想問 然後開始拍 有他的主題 會前片 雖然現在也不太會 其實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第一段影片 就是2019年9月25日 好像是 差不多都是這個時間 其實呢 我從籌備開始 是2018年的年後 是否很驚訝啊 我的小學同學 我不是當你好朋友 而是我好沒有這個自信 我自卑 不關你事 是我的錯 我從那時候 就開始籌備 就開始狂爬文 爬哪些相機好用 哪些咪咪好用 要怎樣剪片 要怎樣才能吸引觀眾的眼球 我用了足足一年半有多的時間 去籌備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跟自己說 你要吸引到觀眾的話 你首先要過到自己的關 如果連你自己都覺得 這一段是一段不好的片段 那你憑什麼要觀眾來看你 剛剛才 你沒有這個資格去要觀眾去看你 去支持你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你做什麼都好 你都要過到自己的關 你才可以過到別人的關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對自己第一段影片很滿意的 說真的 我錄過其他youtuber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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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認為 相對之下 我至少有字幕 我會剪接 我會有特效 有聲效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 因為我第一段影片有這樣的質量 然後 我第一段影片究竟是怎樣得來的呢 嘩 這個真的不得了 各位 我跟你們說 聽到以下的東西 你會可憐我 那段影片 我是經歷過無數次的挫折 無數的崩潰 我才有這段影片的出現 大家 一定要好好珍惜 才知道 我不會第二段影片 我跟你們說 死都不會 那段影片差不多 足足用了我兩至三個月 我才抱得出來 因為那時候 我不是說過 我不會跟家人說 拍片這件事 那 然後自然 我不是要 用電腦 我是用電腦的 那電腦那些剪片APP 不是要付錢的 我沒有這個信用卡 就不可以付錢 那網上 也只有極小的剪片APP 才是免費 也不會有浮水印的 我想說 浮水印在這段影片上面 真的很難看 各位 知道嗎 然後我就上網狂找 哪些剪片APP 可以沒有浮水印 而又不免費 那 當我以為我找到那個 剪片APP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是 差勁 因為我剪下一段影片的時候 我就用了一個 不知名的剪片APP 應該是極小人用的 剪片APP 我就很懵懵懵懵 因為我以為 他沒有浮水印 又不用付錢 如果他要你付錢 那些 他就隨時都會彈出來 叫你付錢 但是那個APP是沒有的 他沒有出現過任何的廣告 是彈出來叫我付錢的 然後我就很信任他 啊 哇 這個 又不用付錢 又沒有浮水印 耶 我真的很厲害 然後 給錢 因為第一次剪片 所以就會 要用很久的時間 然後我就在想 不如 我跟媽媽說 或者 他會幫我付錢 因為我在家人心目中 很久 都是那些三分鐘熱度的人 就是 不會堅持一件事 總之就是 是的 我的確是那些人 然後我就怕他說 那些三分鐘熱度的人 我不會幫你付錢 然後我就在這個 說和不說的選擇之中 在衝突 在矛盾 最終呢 我還是選了我沒有說 我設定了很久 下降了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因為真的很傷心 就因為你一個 失漏 就搞到你一直以來的心血都沒有了 是一件 極度傷心 極度崩潰的一件事 總之就是 不斷地自己沒有放棄 然後我就重新找多了一個 真的免費 它不是免費的 其實 只不過有人找到 破解版的意思 呃 它是叫做 好像 Fimulo 是不是叫Fimulo 我不知道 我忘了它是否按讀了 Fimulo 9 你應該現在也找不到 它是變成什麼 Fimulo X 總之就是一定要你付錢的 我就用了這個剪片APP 給你剪 我不熟悉這個剪片APP 我就不斷坐 不斷不小心 刪掉了這條片 刪掉了大概四五次左右 然後崩潰 就是剪到最後 一個不小心 或者一個 不知道電腦發生什麼事 就搞到整條片沒有了 真的很傷心 終於 這次是完整無缺的片 好得耶 然後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條片 所以經歷過無數次的崩潰 我才有這條片的出現 其實我剛剛也說過 但是我一開始拍片 就是我想賺錢 我要賺錢 其實直到幾個月之前 我還是抱著這個心態去做 我發現這樣不行 大家知不知道 youtube有一個盈利的東西 就是你必須 頻道在12個月裡面 有4000個觀看小時 和1000個訂閱 才可以開通這個盈利 就是說你才可以賺錢 如果你沒有通過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 波衝別擊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現在我跟自己說過 就算通過不了認利也不要緊 因為有每一群粉絲在 你不是自己一個人 這樣 說起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有一段事 我真的要多謝我身邊的人 我的朋友 一知道我會拍片這件事 他們並不是撥我冷水 並不是說你一定不行 而是極度支持我 那一刻我真的超感動 超開心 他跟我說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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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可以這樣 然後那一刻 我懵了 我呢 認真嗎 我這些影片 其實都是很低的 到我現在 其實我依然覺得 我的影片的Quality 是不夠的 總之就是不滿足的 我就是很想進步 然後我的朋友 總之就是很支持我 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 撥我冷水 是我的朋友 但是我姐姐 我不是說 我一開始跟你說 我要拍片的時候 你撥我冷水 然後我說 你一定不行的了 算了 三分鐘熱度 你喜歡學讀書 你 我的心是 很慶幸的是 我有一群朋友在這裡 其實呢 你一句話 加油 支持你 你很努力 這樣 一句很簡單的事 你可以令到很感動 之前呢 我收過一張聖誕卡 聖誕卡裡面呢 就寫說 喜歡聖誕快樂 你的影片真的很好看啊 一定要繼續加油下去啊 我很認真跟你說 我是感動到哭了出來的 我已經說得我都很感動的 神經病 當時我就開始覺得 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我不需要自己的 我身邊有很多人都會來支持我 陪我一起走下去 總之就是很多謝你們 我已經 沒話好說 總之就是多謝了 我給個鐘谷想拍片的人 一開始是這樣的 每一件事做的一開始呢 都會是不斷的跌低啊 不斷的錯啦 是這樣的 沒有人一生出來 就會什麼都很厲害的 你一定要 接受自己的這些錯失 接受這些錯 你才能夠成長到 你不要說 啊 糟糕 我不小心走錯了一步啊 然後就說 這一步會影響到我一輩子 不會的 你這一輩子呢 有很多經歷 有很多機會給你的 你不會因為一個錯失而沒有整個人的 凡事都一定要接受自己所做的事 而且你要承擔起這個責任 我其實拍片以後 很多時間都會說 我不想放棄 很辛苦 一開始剪片 一定不會習慣 每一天幾十個小時 就這樣在電腦面前 點來點去 不會有人一開始就能接受到的 我發了第一段片出來 我分享了第一段片出來 我就要對這個頻道負責 無論是有多少個粉絲都好 甚至只有一個 我都一定要對這個粉絲負責 我都一定要擔當起我開了這個頻道的責任 如果我真的有一天不做這個頻道 我一定想了很久才會決定不做 另外我一定會給大家解釋 我不會走梅月母 它就消失了 因為這個是我的責任 我發現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甚至我自己 都有時會有這樣的思想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我不會做得到 然後我就不去做 這個思想我告訴你 那你這輩子 不會有任何新的突破 因為你都不試 其實生活中有很多機會讓你去試 就等同於我 我如果一開始不試一下拍片 我不會知道我自己是 對拍片有一種熱誠 因為我剛剛都說 我是一個三分鐘熱的人 做什麼都只有三分鐘 但是我竟然可以因為拍片 而去拍一年半有多的文 我竟然可以為這個東西準備這麼多 我找到我自己的目標了 就因為正正是這樣 所以我才由現在懂得拍片 懂得剪接 雖然不是很Pro 所以就是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你一定要先試 你才知道你自己究竟是否適合 不適合的就是放棄 是不是 人生還有好長 有很多機會給你 不喜歡這個樣子 不要緊 試其他樣子 你怎麼都會找到一件事 你自己是有這個執著 你自己也是有這個堅決 只是遲早的問題 無論結果是怎樣都好 不要半途而廢 所有事情一開始都是由零開始 沒有東西會是一開始就給你一個高的位置 你一定是由零開始慢慢自己爬上去 你的身份是決定不到你將來可以走多高 城市有多大 是完全是看你自己有沒有這個毅力 對這件事是有多執著 不要在意結果是怎樣 你有經歷過就可以了 就等同於讀書一樣 其實我一直都是 就算我家人的社會怎麼說 讀書有多麼重要也好 讀書是很重要 但它並不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東西 沒有讀書不要緊 你看一下 你不要看00後 你看90後那些 你覺得他讀得整書嗎 我不是踩90後那些 但相對起我們100後那些的話 90後讀書是真的輕鬆很多 不要拿自己和別人比較 我都不會拿我A班那些人去比較 我比較不了 沒有比較的 你只能夠和自己比較 如果你讀不成書 不要緊 每一行都可以出狀元 未必一定要讀得整書 你才可以賺大錢 你自己看 Apple的創辦人 沒有讀書 但他創造了一個全世界都在用的品牌 李嘉誠 讀不成書 他也是 但他做了香港首富 並不是因為那些人比較幸運 所以他們可以做到 而是因為他們找到自己的一種執著 他們可以在那一行發展得很高很光 不要放棄每一個新的機會 還有不要因為你的一個過失 而令到你覺得你整個人都沒有希望 凡事都在正面那裡想想 當然也不能全向正面 無論如何都要留一點負面思想 否則你就會變得很自大 所以我覺得我要給大家的忠告 如果現在要給你一句話 給幾年之後的我 我想跟你說 你一開始這個決定 是沒錯的 不要因為別人的言語 要去改變你的腦 也不要因為你自己大了 有能力 而去改變你 遺忘了你一開始的中子 雖然我一開始中子是賺錢 但我現在變了 不要忘記你一開始想為觀眾做些什麼 不要忘記你一開始想怎樣 如果你改變了 你就完全沒有這個魅力了 不要辜負所有對你有期望的人 噢 今天的話題 好像有點沉重 不過 應該也能解答你們的問題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我歡迎你 在下面留言問我 相信我之後做更大的youtube 我會再說幾次我的經驗 好 完了 這段這麼沉重的影片 噢 我抽不到氣 好 那這段影片就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like and subscribe our channel 可以在下面留言 表達一下你的意見 或者想我拍些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說 我是SLY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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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